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不仅有小三,还有了小四 既然他背着我劈腿 都快劈成八爪鱼了 那么我不介意策划一出 狗咬狗的好戏 让他们知道招惹我的下场 我叫徐慧,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大学毕业之后就嫁给了 我老公沈浩做了全职主妇 也许是我常年操劳 让我老公彻底忘记了 我本是一个优秀的高材生 只把我当作一个 可红可骗的农村妇女对待 所以近两年来 她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只是我没有想到 她会毫无下陷 竟然把情人带回了家里 今天我提前从娘家回来 进门就听到了不堪入耳的话 宝贝,快让我爽一下 你这身子馋死我了 我听到沈浩的话 脚步一顿 随后颤抖着手微微打开房门 只见沈浩和一个女人交缠在床上 她的双手急不可耐地 攀上了女人的高峰 用力地揉搓着 女人的肌肤光滑在 沈浩的抚摸下泛起红韵 臀部高高翘起 和沈浩的下半身紧紧贴在一起 沈浩大手一路向下 引得她浑身站立 女人勾起嘴角 面上满是娇羞 尽力迎合着沈浩的动作 享受着欢愉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 紧握的掌心早已经满是指甲印 随之而来的 还有女人的声音 男人的喘气声 这一切都让我的心 又往下沉了几分 垂在身侧的双手不断收紧 气到浑身颤抖 女人醉生梦死的声音 仿佛无孔不入 我强忍着恶心从房门的 缝隙中拍下几张美照 却实在欣赏不来 我默默将手机暗灭 努力平息着内心的怒火 耳边却传来沈浩的声音 宝贝 你这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弄得我都想死在你身上 不像我家那个黄脸婆 无趣死了 说话间 沈浩便使坏地把头埋在女人胸前 还是宝贝的身材好 最是让人流连忘返 那老公准备什么时候把我取进门 女人拉起沈浩的手放在身下 嘴唇微张 发出一阵阵喘气声 要不是和她离婚 会分走我一半的财产 我早把她给踹了 沈浩的言语中透露出 不加掩饰的嫌弃和厌恶 这字字句句穿进我耳中 我再也压不住心头怒火 这时旁边的消息声响起 拦下了我的脚步 我发现这动静是从沈浩库 丢在外面的兜里传来的 当我蹲下身把手机拿出来时 才看到发消息过来那人的备注 竟然是静静老婆 我随即冷笑出声 沈浩藏得够深的 竟然还随身携带两部手机 我倒想看看 你还有几个老婆 等我点开静静老婆的绘画框 这才发现她几乎每天 都在和这个静静聊天 老公你干嘛呢 人家想你了 后面跟了个害羞的表情 却看得我直犯恶心想土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才发现沈浩不止有了小三 还有小四 我把手机紧紧攥在手里 原来我苦心经营的家 早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 沈浩 既然你不人 就别怪我无意 桌间现场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 原配桌间的多了去了 今天我就要让小三 来桌小四的肩 我当即打字给静静 发送了条消息 老公也想你 你现在过来我家吧 等你看着手机屏幕上 发送成功的字样 我果断按下了删除键 将手机重新放进她的库里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转身退了出去 没过多久 一辆出租车在我家门外停了下来 我眼睁睁看着珠珊熟练的 从我家地毯下面拿出钥匙 开门走了进去 我什么都没干 只是猫着腰跟到了房门外 珠珊进去后不久 房间里的双人深入交流会 就被迫终止了 紧接着耳光声响起 夹杂着女人的咒骂声 你个不要脸的贱货 竟然敢从老娘手里抢男人 说 你是不是看上她的钱了 我告诉你 就算她离婚了也轮不到你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有一半是我的 珠珊显然是被眼前 这一幕冲昏了头脑 连带着沈浩一起骂了起来 你个吃软饭的狗男人 竟然被这老娘又搞了个女人 说话间 珠珊当即准备给冯思思一巴掌 让她好好清醒清醒 只是这一巴掌还没落下 就被沈浩给拦了下来 够了 文言 珠珊面上满是诧异 沈浩 你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明明是你说 要把钱都先放在家里 等你离婚后再将所有钱都拿回来 现在你拿着我的钱在这里养女人 沈浩有些不敢去看珠珊的目光 毕竟她嘴里的话是事实 现在她手里的钱 都算夫妻共同财产 到时候一旦我提出离婚 这些钱都会被强制追回 重新进行分割 所以沈浩的吃喝拉撒睡 花的可都是珠珊的钱 珠珊一声冷哼 料定沈浩不能拿她怎样 上前扯住冯思思的头发 尖叫着和她扭打在了一起 只为出这口恶气 却全然忘了 她也不过是小三罢了 见状沈浩满眼不耐烦地拧紧眉头 上前准备把珠珊拉开 但她显然低估了怒气 上头的女人有多大的力气 她不但没能拉住珠珊 反倒脸上还挂了彩 看着眼前的闹剧 我微微勾起嘴角 在几人正打得不可开交时 推门走了进去 听到门口传来的脚步声 几人一并停下手中的动作 我满脸诧异地看向眼前 最后将目光落在沈浩身上 老公 这是什么情况 话音刚落 沈浩的面上滑过一抹慌乱 却很快被她压下 两个女人也终于反应过来 眼前的我才是和沈浩领了 结婚证的正牌沈夫人 珠珊还好 站起身来啰了啰头发 就冲着冯思思翻了个白眼 冷哼一声站在旁边 此刻冯思思却连衣服都没穿好 只能用手护住身体的重要部位 扁了扁嘴就蹲在地上 把衣服剪了起来 我就静静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手忙脚乱 最后在冯思思把衣服穿好后 两人都灰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从始至终 沈浩一句话都没说 准确来说 他没有跟我解释哪怕一个字 等到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后 他才像往常一样和我打了声招呼 回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看着他那与往常无异的脸庞 上面还有珠珊挠下的穴道子 我觉得无比讽刺 你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文言 沈浩的目光在我身上 上下打亮了一番 什么都没说 只是拿起一旁的火机 砰的一声点燃了嘴里的烟 见状 我彻底死了心 像他这种渣男 满心满眼在乎的 都只有他自己罢了 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 与往日不同 沈浩冲我吐了个烟圈 不要在我面前露出那副死人脸 不然我也不至于要去 外面找别的女人 听听 他竟然还想把出现这种 情况的原因归结在我身上 真是可笑至极 沈浩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 不等我的话说完 沈浩就抬手将我打断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现在你住的房子都是我买的 你不乐意也行 滚出去 刚刚经历了那种事 沈浩也没有心思继续在我面前 假装出一副好老公的模样 我万万没想到沈浩 会选择这样对我 如果不是他家前段时间 刚拿到一笔拆迁款 想必他也没有底气说出这番话来 我握紧了双手 那句我走始终没能说出口 毕竟让我从这里离开很简单 但是沈浩加注在我身上的这些痛苦 我要加倍还给他 沈浩就是看着我是农村来的 没有什么背景才敢这样 但他却忘了 我也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的 他敢这样对我 我就一定不会放过他 看到我半天没有动作 沈浩冷哼出声 像是早就猜到我会是这种反应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把人 直接带到家里来的原因 他笃定了我拿他没有办法 笃定了我离不开他 但他却忘了 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 只见沈浩一把将我揽进怀里 你放心 外面那些女人和你不一样 你是我老婆 他们 我只是随便玩玩 我听得出来 沈浩已经在给我台阶下了 等他话音落下 我一把拧在大腿上 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 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看向眼前 老公 你说的是真的吗 沈浩似乎很喜欢 看到我这副样子 冷笑一声将手放在了我脸上 当然是真的 那你以后不能把那些 女人带到家里来 我看到会伤心的 我顺势向他提出要求 免得他起疑心 尽管沈浩心里对我的话有些不满 但为了安抚我 他还是敷衍地点了点头 见他将事情答应下来 我才破涕微笑 第二天 等到沈浩像以前一样 出去花天酒地的时候 我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串号码 看着手机上弹出熟悉的头像 我发送了好友申请 几乎是瞬间 我的申请就被通过了 还没等我开口 对面反倒先发过来一个问号 有时间见一面吗 我也没有废话 直截了当提出我的诉求 我为什么要见你 我发送给珠珊的好友申请礼 只写了三个字 沈夫人 我想珠珊应该是误以为 我是要找她的麻烦了 别误会 我有事找你帮忙 这句话发送成功后 对面沉默了许久 才发过来个好字 我和她就约在了在我家 附近的咖啡厅里 约好时间后 我准时推门走了进去 却不见珠珊的身影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珠珊才姗姗来迟 我看着面前精心打扮过的珠珊 心里一声冷笑 面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只见珠珊摘下墨镜 有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说吧 有什么事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珠珊 知道把她看到浑身发毛 忍不住将目光放在我身上 你到底有什么事 上次的事情你也看到了 我想让你帮我 闻言珠珊瞪大了双眼 显然没想到我 所谓的帮忙会是这件事 你要我帮你对付那个女人 珠珊不可置信地说出这话 我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见状 珠珊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徐慧 你没事吧 严格来说 我们也是敌人 你竟然找我来帮你对付她 你怎么想的 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在我面前笑得花枝乱颤 我并没有反驳 只是等她笑够了再继续说下去 因为我看得出来 你也同样讨厌冯思思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不是吗 不得不承认 出身农村也是有好处的 那就是我这张人畜无害的脸 只要我故意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就能让大部分人相信我的话 果然 在听到我这番话后 珠珊的目光重新打亮着我 半赏后吐出一句 为什么是我 文言我心里冷笑出声 只要她还让我继续说下去 那就证明我还有机会 你也看到了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一个乡下来的丫头 拿什么去和你们这些人斗 说着我还故意垂着头 一下下扣着指甲 我这副样子 果然把珠珊骗了过去 那你说 我又凭什么帮你 珠珊再次开口 语气却不似之前的冷漠 说完后 还端起面前的水杯 抿了一口 因为我那天听到 你说 沈浩养女人 花的是你的钱 如果我说 我有办法能把你的钱追回来呢 上次在屋外 我也并不是很清楚 屋里的情况究竟如何 但我却很清楚一点 那就是珠珊绝不允许沈浩 拿她的钱去养女人 这种事情 恐怕放在谁身上也都接受不了 就你 你能有什么办法 听出珠珊话语间的不屑 我就知道我的计划 已经成功一半了 她现在已经打心底里觉得 我没什么能力跟她斗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若是把办法都说给你了 你一脚把我踹了 我找谁说理去 说着 我还故意露出一副 防患于未然的模样垂下眼眸 见状 珠珊毫不避讳目光中 对我的看不起 不过最后她还是 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答应帮你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事成之后 我要你和沈浩离婚 文言我差点笑出声来 就这么一个八爪鱼 我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我看着珠珊 觉得她是对沈浩有真感情的 只是我不太清楚 这样的渣男到底有什么好 不过我也不想了解 总有人口味奇特 我因为走神没有能够及时回话 珠珊却误以为是我舍不得 她当即将身子往后靠去 她不爱你 你又何必让两个人继续痛苦下去 这下我鸣紧嘴唇 闭上眼睛说出了那句 好 我答应你 等我回到家后 沈浩依旧不见踪影 但我却丝毫不关心 她究竟去了哪里 因为有人比我更关心 不等我坐到沙发上 就听到手机上有消息提示音 点开就看到是沈浩的消息 今天晚上临时有事 让我不用等她了 看完消息我反手就把 这件事告诉给了珠珊 沈浩没说要来我这里 这条消息弹出来后 我勾了勾嘴角 有时候女人的极度是很可怕的 只需要三两句话就可以轻易挑起 我思索片刻 告诉珠珊 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接着我把沈浩爱吃的 几道菜发了过去 相信接下来的事情 珠珊知道该怎么做 按灭手机后 我环顾四周 看着这个被我一人视若珍宝的家 起身进了书房 沈浩有个习惯 家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会被她分门别类的 整理到保险箱里 整整齐齐 绝不会出现纰漏 这个保险箱还是当初 我们两个一起买的 没想到现在我却是怀着这种心情 第一次打开了这个保险箱 当我将我们二人名下 所有的财产都整理了一遍 心中也大概有了数 今夜沈浩注定不会回来 正当我一个人美美的 洗了个澡准备上床睡觉时 手机屏幕再次亮了起来 你的办法果然管用 是珠珊发来的 照片里沈浩正捧着 珠珊受伤的手指 满眼心疼 看到这张照片 我不怒反省 看来珠珊比我想象中的 要聪明得多 第二天一早 我醒来后 依旧没有看到沈浩的身影 我却并不在意 正当我坐在桌前吃早饭时 手机上再次传来消息 那个贱人又在想办法把他给叫走了 从自理行间我都能 感觉到珠珊的怒气 我的指尖在屏幕上清点 很快将编辑好的信息发了出去 要想办法让男人 在你身上花费时间 或者金钱 现在沈浩肯定是要走 珠珊既然留不住人 自然也要想办法留下一些别的 看着手机上半赏 再没有新的消息 我就知道 珠珊肯定是得手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沈浩自认为游刃有余的 在这两人中间游走 每次珠珊向我抱怨的时候 我都会让他给沈浩要一些奢侈品 以此来证明他在沈浩心里的地步 并且我还示意他 好的爱情是需要 被别人看到并且祝福的 沈浩送他这些奢侈品 肯定不是为了让他一个人欣赏 珠珊果然在我的暗示下 把那些奢侈品都发在了微博上 我相信冯思思一定会看到 那他便不可能无动于衷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沈浩这天突然回家了 当他看到我在家时 眼神出现了些许波澜 接着就像是没看到我一般 静止往书房走去 老公 这段时间你这么忙 肯定身体都受不了了 不然我一会给你 在沈浩面前 我依旧是那个愿意委屈求全 不愿放手的女人 自然要把戏做足 我回来有事 你别来烦我 但沈浩却丝毫不领情 话音刚落 便碰得一声进到书房 把房门关了起来 看着眼前紧闭的房门 我只是轻挑眉头 什么也没说就转身往卧室走去 若我没猜错 这次沈浩回来是为了钱 那两个女人对他轮番轰炸 珠珊非但不再给他钱 每天还总想着买那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身上的那些钱 应该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了 沈浩从头到尾都没有 多和我说一句话 我甚至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过我并不在乎 反倒是拿出手机 将珠珊约了出来 再次见到珠珊 他打扮得比上次 更加珠光宝气 想来这段时间他过得不错 你又把我约出来 是想说什么 珠珊的嘴角始终挂着笑容 我却愁容满面 怎么办 冯思思他 好像怀孕了 话音刚落 珠珊总算笑不出来了 他一脸严肃地看向我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开玩笑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会把你约出来 今天沈浩突然回家 一副神情激动的样子 嘴里说着什么儿子爸爸的 我去问 他也没有理我 说着我便从眼角挤出两滴泪来 我去问他 珠珊说着就一拍桌子准备离开 我在一旁拉住他的手腕 冲他摇了摇头 没用的 你应该知道 沈浩有多喜欢孩子 他一定不会承认 珠珊只好再次坐了下来 面上却变得肉眼可见的烦躁 接下来的时间 珠珊压根听不进去我说的别的话 没过多久就起身匆匆告辞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才抬手将脸上的泪珠擦干 嘴角擒着一抹笑 我不知道珠珊是怎么 和沈浩大吵大闹的 更不知道沈浩究竟 会不会承认这件事 反正这次吵架的结果 一定是珠珊冲着沈浩狮子大开口 以此来向珠珊证明他的心 我并不担心剧情的走向 毕竟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笃定遇到这种事 珠珊一定会提出这个条件 而这 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天晚上 沈浩回到家 破天荒的没有静止去到书房 反倒坐在沙发上满面愁容 见状 我端了杯热水过去 眼神有些窃窃地看向他 你不舒服吗 要不要我给你按按 我的按摩手法可是为了他 专门和老师傅学的 所以他一听这话 什么也没说 就算是默认了下来 只见我走到他身后 手指按在他太阳穴上 力道适中地往两边挪动着 按到穴位时 他下意识想要躲开 我却将他按住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这身体上都体现出来了 被我这么一说 沈浩像是想到了什么 悠悠一声叹息 但这时我反而闭上了嘴 有些话必须是他自己说出来 而不是我逼问出来的 果然没过多久 他就忍不住了 目光落在我这么多天 都不换一套的衣服上 眼前几经闪烁 你最近 都没有出去 听到他的声音 我默默垂下头 老公 不瞒你说 我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 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 你告诉我 我改好不好 或许是这段时间那两个 女人的频繁争吵 让他感到厌烦 猛然间听到我的示弱 他反倒愣了两秒 你做得很好 是我不对 难得从沈浩嘴里听到认错 我的内心却早已掀不起任何波澜 只是面上表现出一副激动的样子 一把抱住了他的脖子 看着我这么好骗的样子 沈浩心中突然涌出一个念头 只见他一副知错的样子 握住我的手 之前的事情我们就此翻篇好不好 从今往后 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要不是我知道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恐怕我也要被他这虚假的 模样给骗了过去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装出一副泪眼汪汪的 模样捧着握住他的手 说了句好 老婆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不会在外面乱搞了 这样 我把咱们家所有的东西 都挪到你名下 这样你也能放心 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 听着他如此信誓旦旦的话语 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不得不说 沈浩办事的效率就是快 当天下午他就带着我去了趟公正处 办理完一堆的手续后 都不见他露出丝毫的不耐烦 他似乎真的变成了 我心目中的那个完美老公 但只有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的伪装罢了 当一切都结束后 沈浩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看到他接完电话后 整个人就变了脸色 老婆 真是不好意思 公司突然临时有事 我得回去一趟 没办法送你回家了 没关系的老公 我自己可以回家的 我手里拿着那些东西 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不等我话音落下 沈浩已经匆匆转身离开了 而我看着手中的所有东西 心里暗暗嘲笑着沈浩太纯 就是不知道他这么着急要去找的 究竟是珠珊还是冯思思了 等我回到家后 手机上弹出消息来 本以为是沈浩 没想到点开才发现是珠珊 能出来见一面吗 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次 但一想到刚刚沈浩 离开时眼中的慌乱 我就把此事答应下来 只是这次我出发前 不忘给他准备了点小礼物 还是那家熟悉的咖啡厅 只是这次姗姗来迟的人变成了我 当我看到珠珊那副 和沈浩如出一辙的惊慌时 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果然 我刚坐下 就听到珠珊有些语无伦次的开口 不好了 我杀人了 看着他面无血色的面孔 我心里咯噔一声 目光不自觉朝着桌上我偷偷 放在那里的录音笔看了一眼 有些庆幸我提前做了准备 怎么回事 是意外事件吗 我知道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我必须引诱珠珊 说出更多有用的消息 话音刚落 珠珊就仿佛抓住了 救命稻草般抬头看向我 我不能被关进去 我还要和沈浩结婚呢 我还没有给他生孩子 我的人生不能就这么毁了 还是毁在那个贱人的手里 听着他如此咬牙切齿 话语中满满的恨意 我这才反映过来此事恐怕 和冯思思也脱不了关系 你该不会是对冯思思做了什么吧 听到我说出冯思思的名字 珠珊的眼中突然涌出恨意 别在我面前提起他 谁让他要跟我抢审号的 像他那种人就该死 在说完这话后 珠珊仿佛突然镇定下来 目光定定地落在了我身上 我还有一个请求 珠珊看着我突然开口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但这并不影响我让他放松警惕 你说你能不能去和警察说 刚刚开车的人是你 做出这一切的人 是你 文言我眼中露出些许诧异 不等我开口 他就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你不同意 我就把你之前来 找我的消息发给沈浩 咱们谁也别想好过 看着珠珊眼中的疯狂 看来事情变得更有趣了 我答应你 我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把事情答应了下来 因为我觉得 只有这样游戏才能更好玩 而作为交换条件 我要珠珊把整件事情的 来龙去脉和我讲了一遍 免得警察面前糊弄不过去 做完一切后 我就在珠珊的陪同下去了警局 一进门 我就说了今天的事情是我干的 而我也很快被警察 带到了小房子里 珠珊则被留在了外面 面对警察的询问 我都一五一十做出了回答 等到最后审讯结束 我跟在警察身后从 找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就看到沈浩竟然和 珠珊一起在外面等着 老公 话音未落 沈浩就一巴掌扇了过来 连一旁的民警都没能把他拦下来 感觉到嘴角火辣辣的疼 我不哭也不闹 老公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我只是被警察喊来问话 但沈浩根本不听我 究竟说了些什么 想必刚刚在外面 他已经听珠珊给他讲完了 这所有的事实吧 眼看着沈浩准备再次动手 一旁的警察忙将他拦了下来 同志 这里是警察局 你要是再动手 我们可不会做事不理 听到警告的话 沈浩这才将拳头放了下去 但面上却是一副 对我失望透顶的模样 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来 徐慧啊徐慧 我可真是看错你了 说完 他朝一副受伤的样子 把目光放在了别处 见状 我反倒勾起嘴角 老公你说什么呢 我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要继续骗我 是你开车把人撞进了医院 我刚刚都去医院看过了 说着沈浩的眼中 便流露出几分不忍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警察同志 这次的事情是我们不对 不管做出何种判决 我们都同意 沈浩满脸认错的模样 倒是让我大开眼界 明明我什么都没做 但他只是听了 珠珊的一面之词 竟然就相信了所有的 事情都是我做的 他不去想为什么 我会开珠珊的车 也不去管为什么撞的人 偏偏是冯思思 更不管为什么出事后 第一时间我没有来警局 反倒是最后在珠珊的陪同下 我才走进了这里 这所有的一切他都不在乎 在他眼里 只看得到我做错了事情这一件事 一旁的警察都没反应过来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 认罪态度如此良好 有些人明明证据确凿还在喊冤 听到沈浩的话 我故意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老公 别人不知道我是为什么 难道你也不知道吗 沈浩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愣了两秒后 很快就反应过来 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见他面上神情几经转换 最终还是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 我是真没有想到你会钻了牛角尖 明明我和冯思思 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你不能因为自己自卑 就觉得所有人都和我有不正当关系 说完 他还不忘一把将珠珊拉了过来 难不成我和他现在站在一旁 就说明我们俩也是 你是想象的那种关系 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不禁冷笑出声 像沈浩这么好的演技 怕是再找不出来第二个了吧 沈浩信誓旦旦说完这话 却看到我嘴角笑意 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了起来 我看你就是有被害妄想症 天天在家里胡思乱想 现在做了这种事竟还不知悔改 我看他就差和我提出离婚了 只是当着这些人的面 他总不能因为我 坐了牢就这么抛弃我 不然他会被多少人 戳着几两骨去骂 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发泄着怒气 我只是静静站在原地 想听听他究竟还能说出些什么来 你听我的 在里面好好的 我会一直在外面等你出来 沈浩说完这话 还特意把头扭到一旁 一副情绪激动的样子 但看着眼前如同演戏的这一幕 我什么都没说 就连一旁的民警都微微凝住眉头 老公等到沈浩的目光应声看过来后 我已经憋红了眼眶 一字一句说道 我想好了 我们离婚吧 听完这话 一旁的珠珊男眼面上喜悦 就差立刻按着沈浩的头让他答应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都说了我会等你 我却摇了摇头 从包里把我早就准备好的 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 看到我手里的东西 沈浩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等他翻着看完了协议书里的内容 当即瞪大了双眼 徐慧 凭什么我净身出户 文言 我缓缓勾起嘴角 为什么 这可能就要问问你自己了 看着我面上神情 沈浩仿佛不认识我一般拧紧眉头 我也没有闲着 将手机解锁 翻来里面的几张照片 放在沈浩面前 你该不会这么快就把 这件事抛到脑后了吧 照片里的 不正是他和冯思思两个人赤身裸体 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沈浩不可置信的目光在 手机屏幕和我身上来回看着 最终他才反应过来我 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想到今天他才刚把所有的财产 都转移到了我的名下 沈浩顿时要对我出手 幸好旁边的警察也不是摆设 当即把他控制起来 见状 我缓缓来到他面前 老公 我劝你还是乖乖把字签了吧 不然这些照片 我可就不敢保证 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了 听出我话里的威胁 沈浩彻底丢了理智 只见他手脚并用准备 想要对我动手 只可惜 他连我的衣服脚都没碰到 这时珠珊从一旁走了过来 他深深看了我两眼 趴在沈浩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等他说完后 沈浩还真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拿着这新鲜出炉的离婚协议书 我笑着准备离开 身后却传来沈浩的身影 警察同志 你们还看着做什么 让他逃了可怎么办 就连珠珊也在一旁点点头 想看我锒铛入狱的画面 闻言 我停下脚步扭头看向身后 目光中露出些许歉意 实在抱歉 看来要让你们失望了 要进监狱的人 恐怕并不是我 说着 我就把目光放在了珠珊身上 察觉到我的目光 珠珊打了个冷战 努力压下心中的慌乱 徐慧你别胡说 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是吗 有没有关系 得警察同志说了才算吧 我笑着说完这话 就看到警察走到珠珊身后 一左一右将他控制起来 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抓我干什么 珠珊慌乱间一把 扯住了沈浩的衣服 但沈浩也没弄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警察同志 会不会是弄错了 不会错的 有录音为证 我们技术部门人员 已经去车上提取指纹了 一定不会冤枉好人 在珠珊的哭天喊地中 他被警察关了起来 而我则是迈着轻盈的步伐 往外走去 只是我刚走没两步 沈浩就从身后冲了过来 是你 都是你策划了这一切 是你害得我净身出户 是你把珠珊关了进去 没错 就是我干的 如果你想和他作伴 我也可以成全你 我笑着说出这话 沈浩看向我的目光中 满是不可置信 我甩开他的手 像是看废物一般 沈浩 自始至终你都小看了我 你觉得我一个从农村来的人 会对你听之认知 毫无反抗之力 但你忘了 我曾经也是你望尘莫及的人 你敢背叛我 就要做好一无所有的准备 从警察局回来后第二天 我就和沈浩顺利离婚 再后来我听说 沈浩身无分文 又低不下他高贵的头颅 所以他成了我们这里有名的鸭子 我想想他这也算是靠力气挣钱 冯思思因为车祸 永远地失去了当母亲的机会 而珠珊则是因为故意杀人罪 背叛了有期徒刑 我看着银行卡中的钱 戴上墨镜上了飞机 这是属于我的胜利 也是属于沈浩的下场 我看银行卡中的 但是我看银行卡中的 因为现在 就是变出了